有点上当作片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小帆 我现在在海南文昌 来文昌啊 怎么能不吃文昌鸡呢 所以呢 我今天要去探一家店 是一家百年老店 这家店呢 做文昌鸡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而且还上过一样式 但是啊 这家店在网上的评分只有3.5分 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评论 嗯 褒贬不一 有的说好吃 有的说不好吃 而且说不好吃的人还占了大多数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这么有名 所以呢 我也不抱有太大的期望 我只是跟探一家普通店一样 去探一下看 看看这家上过央视的百年老店 到底怎么样 行我们出发 就这里了 三角街一家鸡饭店 不过这旁边还有另外一家鸡饭店 这两家店都是百年老店 好像也都上过央视 而且门口也都坐满了客人 我还在按照原计划去右边的这家店吧 50块钱一斤 想吃多少我就在 撑半只吧 这也吃吧 这也吃 嗯就这样的 我吃了半只50块钱一斤 半只它有一斤二两 一斤50 公共60块钱 还半只挺贵的 有点像当初天的感觉 这是蘸料 然后另外配了一碗米饭 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行吧 这就是我的午饭了 开始 看这个房口是 这个皮好厚 这鸡好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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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是多少四平之一啊 感觉全是皮 而且太厚了 扯都扯不下来 应该有三分之一都是皮 扯起来可费劲 炒个蔬菜这个不是我的 看到了吗 全是油黄黄的 说真的 对蓝兵不抱太大的期待 但这也太浪漫失望了 白鞋鸡我又不是第一次吃 当然这完全都没有肉 传着皮骨头 其实之前在海口 我就吃过一只文昌鸡 那次也是相当的难吃 可那次毕竟不是在文昌 我还可以安慰自己说 海口的文昌鸡店可能太地道 可我这次就是在文昌吃 不仅是文昌最地道的百能老店 还是文昌最有名的一家鸡蛋店 居然也是这样的难吃 真的太浪人失望了 不仅是皮多油多 鸡肉也特别的老 咬起来特别费劲 绝对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一只鸡 你们看最后剩了这么多 可仔细看全都是皮和油 外不就是骨头 半点肉都找不到 这个能吃吗 看了这么多质的店 从来没有这么失望过 吃完了 花了62块钱 就吃了半只鸡 然后一碗米饭 这是我吃的最难吃的一只白斩鸡 白切鸡 我以后再也不会吃文昌鸡了 真的太难吃了 它那里面全都是肥肉 真的全都是皮 然后那个拱头又多 真的肉很少 而且肉很老 咬起来不好咬 你看我吃饭的那个过程 你就知道了非常难吃 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人在后面等着 真的搞不懂 然后就是因为央视报道过 所以才这么有名吗 真的非常非常难吃 反正我这一辈子 我再也不会再吃文昌鸡了 据说这个家店是文昌 最地道的一家文昌鸡店 虽然最地道的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吃了 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吃 真的不好吃 不推荐 OK 这次摊店就这样 整体感觉特别差 不推荐